大家好,我是小花老师 我在山东济南熟悉的学生都知道 这两天天气挺凉快的 要参加高考了,不知道你那边天气如何呢 记得每年以前都是非常炎热的状态 然后这两天小雨细细沥沥的 然后感觉跟高考还挺配的 个人感觉 因为在咨询的过程中 有的学生会说 老师,我不想参加高考了 但是我父母非让我考 你说参加高考有用吗 他说反正我也要去日本留学了 重新考本科的话 是需要参加留考的 那我就不参加高考了 然后我个人感觉 还是会劝大家 尽量参加一下 因为有的学生 我感觉可能少部分学生会觉得 我成绩不好 所以我不想面对这个事实 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因为我们寒窗苦读也十几年了 其实可以通过高考来检测一下 到底我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如果是成绩不理想 以后可能不会用到 那都没关系 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 最后就预祝大家 还是能尽量考出好成绩 超强发挥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